大家好 我是阿慶斯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泰國菜呢 阿慶斯我本身也很愛吃泰國菜 每次我到泰國菜餐廳 我都一定會點一道 泰式打包豬 超下飯的 今天阿慶斯要用餐廳版的做法 把它簡約化 讓你輕鬆也能在家做出 泰式打包豬肉的美味 好來 那我們現在先來調製 我們打包豬肉最重要的靈魂 就是我們的打包醬 那打包醬呢 我們的醬汁準備的其實非常簡單 也非常容易買 首先呢就是我們的泰式魚露 我們泰式魚露是 加入是一大匙 其實這泰式魚露呢 像我都是在全年超市買 一般超市都算買得到 再來我們的蠔油 兩大匙 然後再來我們的醬油 二分之一匙 好來 再來我們的水 一大匙 我們糖是兩小匙 再來我們的天然鮮味粉是一小匙 那這一些調味料呢 我們就把它攪拌均勻 非常的簡單 來 那我們現在呢 要開始來炒我們的打包豬肉 一大匙的這個沙拉油 鍋子要先熱 然後讓我們的油 潤一下 那我們絞肉 那阿金斯我選用的這個絞肉 它的肥瘦比例大概是9比1 因為它的瘦肉要夠多 不要太多肥 不然這道菜吃起來它的香氣跟味道會不一樣 然後再來呢 你看我們的絞肉炒到稍微已經有這個定型了對不對 我們加入我們的蒜末 再來我們的薑末 老薑切成的末 然後再來我們的紅蔥頭碎 然後再來最重要 辣的來源就是我們的辣椒碎 如果吃辣就加多一點 不吃辣不要加 好 這道先炒 這道菜呢它是屬於一道快炒的料理 所以在找這道菜的時候 切記我們全程都是大火 我們大火炒這道菜 OK 好 那你會看我們的料下去了之後 香氣也都炒得差不多出來了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把我們的剛剛調好的這個打泡豬醬 我們全部都把它加下來 哇 這個魚露的香氣整個嗆上來 充滿滿滿的南洋風啊 真的很香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把我們的這個 切好的這個小番茄 把它切對塊的小番茄塊 我們給它加下來 來 這時候我們加入我們的白胡椒粉 讓它增加它的香氣 白胡椒粉的量大概是二分之一小匙 來 再來咧 因為在做塔包住的時候 我覺得它裡面 讓它多一點出菜 顏色漂亮 然後也營養給它均衡一點 所以我選用了這個四季豆 我們四季豆大概熱水燙一下 燙半熟就好 再來咧 我們把我們的這個九層塔 九層塔也跟著加下來 OK 好 好 那下去我們快速拌炒幾下 好 那再來檸檬汁 OK 這樣就完成了 來 我們泰式打泡豬肉 已經香噴噴的完成了 你看 我們這樣的豬肉的顏色是很漂亮 我們有加我們番茄跟四季豆 好香喔 最後加那個檸檬真的很好吃 因為檸檬的酸會去中和 魚露啊 蠔油它整個的這個鮮味 再把它再次的提出來 所以這道菜 我說真的不會辣 我剛剛說要加辣椒 真的不會辣 小孩子跟長輩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又很開胃 真的很好吃 一定要學起來喔 有什麼想吃想學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阿慶思 阿慶思會將更多的美味料理做法 分享給大家 如果喜歡阿慶思的朋友們 歡迎到阿慶思的粉絲專頁按個讚 並追蹤我的IG訂閱Youtube頻道 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料理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